今天早上本来已经走够6000步了 刚才不是去取药 那个药房 那个医生就把 把那个药送到了一个更远的药房 从那个药房 走过去走回来 再走到这个新的药房 大约要回去 来回药 差不多一个小时 走得慢 我就想到这个医生 真是对我好 已经走过6000步了 现在没说的 回家的路上就能超过一万步了 是应该感谢医生 还是让我埋怨医生 不知道从何说起 再快速一下更新一下减肥 原来不是两周前 体重是54.25 这两周一直徘徊在54.05到54.25之间 还没有降到真正的54公斤 再等等两周 如果有变化 再给大家更新 好长时间没更新 长视频来 就用这个视频 短视频来作为这个 长视频的更新 好了 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身体健康 开开心心 一切顺益 好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